人來傷害人共 講話的舌頭殺人 舌頭殺人難道不犯罪嗎 我們走樓梯就好 我覺得心痛的是 現在既然有人以傷害別人為職業 妨礙別人的名譽為職業 這樣子賺錢 我們台灣什麼時候變成這樣 我們最美麗的台灣不是應該最美麗的是人嗎 可是人來傷害人用講話的舌頭殺人 舌頭殺人難道不犯罪嗎 所以我覺得不是原不原諒 就是如果要原諒他們對方就要做出 讓我們相信他們不會在霸凌下一個人 讓我們相信他們不會再殘害別人 讓我們相信他們不會再利用媒體輿論的力量 濫用權力去傷害無辜的百姓 你說我跟別人滾床單 在那個床單上的時候 我跟張先生又沒有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不叫另類的心掛禮嗎 而且我覺得在場的學者專家 然後立法委員 你們領的這些車馬費 你們沒有兒女沒有母親沒有媽媽 不會心疼嗎 我覺得對台灣的社會來說 他們兩個都是高學歷台大增政大 這麼高的學歷你沒有對社會有貢獻 你們危害社會 做這麼不好的示範 甚至於學者參加在現場集體霸凌 我那時候就覺得 怎麼會有人這樣集體霸凌別人 我去年九月中被攻擊到現在 我被人家偷走一整年 我覺得每一個沒有畫畫的日子 都是我對身體的辜負 然後這樣子活在一個 好像一個那個冥界漂浮著 我覺得這個對一個自由寶島的人 珍惜自由的人 珍惜台灣的安定的感性來說 我覺得很心疼自知 我在家裡突然間被人家講了好多天 然後是像丟在一個床單上脫光衣服 我沒有做的事情 那個恐懼跟害怕 我有四五個月不能睡覺要吃藥 想到這件事情我就痛哭一聲 那我覺得其實你要原諒一個人 他是一個非常高超的情操 然後但是問題是受害者 他有一定要原諒加害人的義務嗎 還有就是加害的人 他有做出什麼高尚的行為 要我們社會原諒他呢 我覺得你要別人原諒你的時候 你有沒有真心誠意的跟對方道歉 說出你到底做了什麼殘忍的事情 還是你把他砍了十天 啊對不起沒關係 那你是藐視台灣的施法嗎 你尊重台灣的施法嗎